平东保健医院长期投入工艺不宜余地 有感于气候变迁 救难单位水上救灾需求 医院特别捐赠一艘救生艇 给平东县水上救生协会 在平东消防第一大队进行捐赠仪式 由董事长李袁林与院长李选生代表捐赠 水上救生协会回赠感谢状 感谢保健医院的善举 由于协会为民间团体 装备及器材 只能靠消防局太救及民间捐赠 保健医院得知十多年前 捐给协会的救生艇 以老救虚太换 并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凯捐价值约30万元的 新型动力救生快艇 希望能在救灾时发挥最大功能 我们保健医院站在 整个社会安全防卫的一份子 我们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够捐赠这艘救生艇 那因为救的救生艇已经救了 那么我们这次再捐了一个新型的救生艇 那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然后来引发大家的爱心 大家一起来帮这个社会一起来努力 平农县水上救生协会指出 此次获赠的救生快艇 拥有高度机动性 有助于水患或海上执行各类灾害抢救 对于平农县救灾任务为不可或缺的救灾利器 非常感谢保健医院的慷慨捐助 将会善用救生艇 这种情形不会破 针对我们以后在救灾的时候 很方便比较安全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休息平农县政府 做一些像我们的龙多性贷的街物工作 或者横柱小楼球街物工作 或者是人家有人落海 消防局跟海星主席中驻委员 我们都会驾着船出去帮忙学习 非常感谢保健医院这次抛川领域 让我们获得这一道很新的船 我们协会大概有120几个会员 我们平农县有几个比较大的危险水域 就是常常发生溺水事故的 所以我们接受消防局的试托在这些水域 就是海神宮 在高速的海神宮 還有在屏東那個山地門 牛角溫溪 再來就是東港的 那個青州海水浴場 所以我們暑期的時候都有 那個在那邊安排 所謂的救生站 救護志工 落海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我們的潛水設備 到那個海上 公寓盛騎士必先立騎器 協會特別邀請捐贈團地 參觀設備室 除了潛水裝備 還有教學用的AED 自動體外心臟電極 去震器等級救設備 平時做好 金石水上救災專業技能訓練 及備妥完善的裝備 能強化救災效能 保健醫院此次捐贈救生艇衛 水上救生協會添力器 也提升屏東縣消防局 救災量能 記者張如英柳建榮採訪報導